雲林县政府举办的这一次全省性实验示范社区观摩大会 由县长耀珍祥主持 各县市长和承办社区工作的人员200多人参加了观摩 昨天下午3点钟 参加观摩的人分别乘了五部游览车 到董南镇的碑麻社区 大碑江的三节社区 阿尔文江的大域社区实地参观 其中碑麻社区的建设成绩最好 把原来又张又乱的巷道 建设为平坦美观的国游路 他们也利用清建围城 绘制先阳国民生活须知的土化 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